变形金刚之 震荡波 震荡波是霸天虎中的军事行动指挥官 他长着一副冷冰冰的六角扑克脸 没有人能从他的表情上看出任何情绪 加上他的地位仅次于领袖威震天 因此让很多霸天虎战士对他望而生畏 震荡波可以变形为赛波坦坦克 不过他根本没必要使用再具形态 因为他有一个名叫利钻魔的座器 这是一种古老强大的巨型生物 喜欢藏于地下而且神出鬼没 头部是锋利无比的巨齿 可以摧毁一切阻挡自己的障碍物 通常他会跟随主人震荡波一起出现 震荡波的加盟炮手臂与背上的核反应堆相连 可以发射各种形态的能量射险 此外他的防御能力也十分惊人 面对三个汽车人的疯狂远程射击 但还是没能阻挡自己前进的角度 后来上校带领部队击火震荡波 纵使他在抗揍也架不住四面八方持续不断的火力 很快被打得找不到 再加上汽车人的火力支援 导致震荡波被打掉了眼珠子身受重伤 直到晴天柱从天而降 开启了扫大街模式一刀一个霸天火 然后一个前空翻躲掉震荡波的导弹 接着左手弹出全刺打爆震荡波的腰子 此时震荡波完全失去了反抗之力 最后脑子都被扯了出来